早康歡迎來到TVBS早康戰警示 專門希望特別來賓 趙怡翔議員 張棋凱委員 唐僵總先生 林佩祥委員 王毅民委員 葉慶民律師 好 折倫斯基 烏克蘭總統折倫斯基 他最近比較少談他 一段時間很紅 到處各國元首都想跟他見面等等 折倫斯基說 罵人 俄國跟中國聯手 阻擾瑞士和平峰會 怎麼阻擾 我想 中國到底怎麼阻擾 是因為他們這兩個沒有答應要參加 106個國家說要參加5月15到5月12 在瑞士 盧森的和平峰會 但是有一部分領導人沒有表態 所以令人失望 大陸說我不參加 我不參加 大陸很絕 前一陣子普丁去訪問 也希望說 中國能不能出來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中國有時候意思是說 他很願意看到 你們能辦 但是我不會主辦 他不願意把自財人擔起來 他會覺得會有一點 這個實力不超好 中國有句話 不做中 不做保 樣樣好 不做中人 就是中間人 不給他做保人 你什麼幫我擔保就很好 做中做保你就知道將來的痛苦了 好 那中國不參加說 不符合北京要求 北京要求什麼 第一個 俄污雙方都要認可 第二個 各方平等參與 第三個 對所有和平的方案公平討論 只要有一個不合我就不參加 顯然你們這會議不合 我認為的這三個原則 折倫斯就說如果中國支持俄羅斯 會把戰爭拉長 對世界不利 另外 但中國說他沒有介入 美國就一直暗示你有介入 折倫斯也指明你有介入 大概現在唯一的證據 或是比較清楚是無人機 用他的零件 可能大概是這樣 但是烏克蘭好像也用了 也用了大陸無人機的零件 買更多 他買更多 一個月損失1萬架 你就知道無人機消耗得多兇 折倫斯就說川普 而且就罵川普了 川普如果強迫烏克蘭彈劾 就是魯蛇總統 魯蛇總統 因為川普每次都想 我當的話幾天就結束了 我當的話就怎麼樣 所以大家對川普當了以後 會怎麼樣也不知道怎麼樣 另外 烏克蘭跟美國關係緊繃 拜登10月要選舉 拜登很希望選前 這戰爭就結束了 真的是希望 就像那時候越戰一樣對不對 總統也希望趕快結束 不要再打了 折倫斯說很焦慮 他的朋友說他的確是很焦慮 真的擔心美國改變 烏克蘭 就打一個美國的支持 美國不支持烏克蘭怎麼打 這樣不用打了 所以你看到美國你就變成這樣子 但是美國你又拉不準 他要選舉 他想贏 對不對 拜登也想贏 歐洲也已經進入對俄開戰的準備了 匈牙利總理說離開火只有幾步之遙 所以歐洲也在想如果打不下去 甚至美國將來不支持怎麼辦 歐洲只有不要跳下來 北約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 俄羅斯出動匕首極硬素飛彈 針對基礎設施轟炸破壞烏克蘭電網和能源設備 面對俄軍攻勢 烏克蘭正以外交博取援助 烏克蘭總統折倫斯基驚喜出現在新加坡現身 香格里拉國防論壇上發表演說 德倫斯基痛批俄羅斯總統普欽 要將烏克蘭永遠消失在世界地屠上 烏克蘭總統 在香格里拉會議上直言 已經有106個國家和組織 將參加這個月15號到16號 在瑞士舉辦的和平峰會 但大陸拒絕出席 讓他相當失望 希望讓亞洲盟友感受到烏克蘭的壓力 責倫斯基除了馬拉松市 和各國領袖會面 也不忘找美國盟友藥武器 總統 歡迎來到新加坡 謝謝 謝謝 這也是華府允許烏克蘭有限度攻擊俄羅斯後 雙方首次高層級官員會議 責倫斯基更邀請各國參加這個月在瑞士舉行的和平峰會 希望能讓全球目光再度回到烏克蘭身上 那向來目前情況怎樣 因為他是突然間出現在 在香格里拉的對話的現場 當然這個香格里拉的會議是英國的 英國的就是說倫敦的戰略研究所辦 倫敦戰略研究所的背後是美國 基本上是CIA在support 所以他上來雖然在亞洲辦 不過他是美國的主場 所有的議程 比如說一開幕 先請小馬可士上來把中國罵一頓 一邊吃飯一邊罵 那個都安排好 最後要ending的時候 責倫斯基突然間一個show time出來表演一下 中間就是看董軍跟Austin 兩個人之間兩天各一場 那個專場 責倫斯基的出現固然 你看到他到了現場 可是現場非常冷 他既沒有得到熱情的歡迎 熱烈的掌聲 他講完話之後 其實整個的香格里拉的論壇的 這樣的一個現場 沒有形成任何的輿論氛圍 沒有人出來叫好 說要給他任何的援助 也沒有發動任何的提案 要去聲援他 都沒有 彷彿沒有來過一樣 這跟他上次來亞洲 已經非常的不同 當然他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就是他點名中國 他一直認為就是說 你可以說中國不參加 這是事實 上次習近平去法國的時候 他跟馬克龍見了半天 唯一沒有達成共識 讓馬克龍稍微覺得有點遺憾 就是這件事 馬克龍希望他參加 但是他沒有參加 他不可能再參加 他如果參加了之後 對於未來俄烏戰爭的解決 不是好事情 因為中國現在唯一在俄烏之間 還有平衡感的國家 如果他站了一邊了之後 第二個他不可能為了這件事情 去讓俄羅斯難堪 他跟俄羅斯今天關係 談不上同盟 但絕對也有好 沒有這種可能性 何況今天許多對烏克蘭 不同情的國家的背後 不是反烏克蘭 是反美國 因為反美 所以對烏克蘭 你烏克蘭後面是美國嗎 誰不知道今天 所有會去支持你烏克蘭的 歐洲國家大部分會挺烏克蘭 這沒有問題 那本來就是你歐洲的事 可有沒有注意到 他所點名的國家 不是只有俄羅斯 中國 巴西 南方國家幾乎都不參加 也就是南方國家 對這件事情來講 從過去俄羅斯戰爭一開打之後 就一直保持的 不想去涉入其中 因為大家都知道 背後是美國在搞的 今天當你局面走到現在的時候 千里迢迢的 當你的國家正在打仗的時候 不斷的俄羅斯在攻城掠地 你到了亞洲 實際上面他除了這場的很短的 沒有什麼溫度的延長之外 他只見了三個人 除了Austin 另外他就只見了 只見了印尼的 剛剛當選的新任總統 現在的國防部長普拉伯 我見了東地問的代表 就這樣而已 還有新加坡黃群才 因為你來了 我還見見 其他沒有任何的雙邊的會晤 這顯示就大家對於 今天的俄烏戰爭 非常非常冷 他就純粹變成是 變成是北約 變成是歐洲國家 對烏克蘭最後的承諾 不過大家對俄烏戰爭 我認為俄烏戰爭 在未來的一個月之內 是有細看的 因為這些的主要的國家 願意把援助給烏克蘭的 這些裝備 開始可以特別是飛彈的部分 可以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的時候 這個系就不一樣了 因為F-16要進場了 然後導彈的攻擊要開始了 導彈的攻擊會鎖定了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看出了俄羅斯的破綻 俄羅斯的破綻在防空系統 俄羅斯的防空系統是有問題的 俄羅斯幾乎所有的戰略裝備的損失 都顯示他防空系統的脆弱 如果今天F-16進場了 飛彈進來了 俄羅斯是不是還能夠 想有現在的優勢就不一定了 你想 其實我想這次 哲倫斯基到新加坡參加 香格里拉高峰會 大概有三個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目的 當然他是希望現在這個戰爭 已經兩年之多了 亞洲國家能扮演的角色 依然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上一次來到亞洲 是廣島辦的G7峰會 這一次特別來 我看他所見的人 幾乎都是跟亞洲的領袖有關 包括其實他在新加坡之後 他飛往的是菲律賓 所以他今天其實是抵達菲律賓 直接去跟小馬克思見了面之後 小馬克思也接受他的邀請 到瑞士舉行這個峰會 但第二個部分我要提到 大概就是峰會的產生 因為現在雖然106個國家 全世界佔了我看大概超過3分之2吧 但是理論上還是沒有達到 這個烏克蘭希望的一個標準 因為畢竟他是希望這個峰會 是具有代表性 那代表性什麼呢 就是說希望俄羅斯可以看見說 世界多國是希望可以 依照這樣子峰會的一個 宗旨戰爭的一個標準去進行 所以因此如果他越來越多 國家能參與的話 他的代表性 甚至於這個和平方案的一個公信力 顯然可以變得更高 所以第二個部分 大概是號召更多國家 去參加這個瑞士的高峰會 但第三個 我其實看到一個很妙的事情 就是說他這一次去了之外 還去跟這個新加坡的一些投資公司 跟投資者見面 所以顯然他的思考一定是說 現在烏克蘭的經濟 當然是從這個戰前 可能跌了大概3分之1的GDP的輸出等等 所以烏克蘭之後的這個重建也好 經濟發展也好 是需要仰賴國際的一個投入 所以我最後提到一點 我覺得中國這是蠻有趣的 因為過去 習近平對中國是相當保留的 這一次他對中國是相當的 明顯的一個開口 就是說中國是跟俄羅斯站在一邊 我覺得為什麼習近平會這樣說 因為他透過很多新聞都是這樣寫 其實他不滿不是說他跟俄羅斯合作 因為這次行事多年 他不滿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有要求 其他國家也不要參加峰會 因為現在這個峰會對於澤敦斯基而言 是重中之重 最重要在戰爭已經停滯的 不是停滯僵局的狀況之下 最重要的一個政治表態就是這個峰會 所以你中國如果要求其他國家 不得參與的話 那澤敦斯基勢必會不滿 所以因此特別點名中國 我認為是有他政治意涵在 不過基本上 美國國會才通過600多億的援助 很多錢 而且歐洲這些國家有的時候 又主張像法國還主張派兵 甚至主張打到俄羅斯境內去 如果烏克蘭拿到這些武器 然後真的又打到俄羅斯境內 那俄羅斯會怎麼反應 默默承受挨打還是會反擊 或是使用他講的這個 核子戰術核子武器 這個情況的發展到底會怎樣 funk, 拜拜, levers, 了解 理解 這個玩家 這個玩家 這個玩家